新手的第一套化妆品应该怎么选 我们俩就是来哈尔滨玩来了 回到正题 如果时间倒退回四年前 我刚开始学化妆那货 我会希望我的第一套化妆品应该是 价格不要太贵 但是质量要好 同时也要比较好上手 新手小白也能无脑操作 所以今天这些东西 我都是按照这个标准 非常严格进行筛选的 那我就抽到哪个说哪个 宗主请抽 行 那就先出这下吧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all glass 但那个我觉得会更适合进阶来用 因为它一只叫200多 如果你想把脸上的瑕疵全部都遮住的话 就要买好几个颜色 那预算就超了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50多块钱的橘朵 它一盘只有五个颜色 除了我们平时遮黑眼圈 痘印 肤色不均 类沟的四块膏体以外 它还有一块哑光高光 所以就等于你只要拥有了这盘 就拥有了一个全脸遮瑕盘 加哑光高光盘 而且虽然它很便宜 但不管是遮瑕力还是质地 在我这都能达到90分的高分 就是远看 你会感觉瑕疵被遮住了 近看又不会厚重有粉感 同时巴腹力也是够的 这样后续上粉底就不容易被蹭掉 反正目前我用过百元内的遮瑕盘 我觉得表现力最好的就是它 接着 我今天嗓子有点点牙 因为东北实在是太阳了 我好像昨天有点冻感冒了 睫毛膏我觉得新手应该最怕的就是苍蝇腿 还有好不容易夹完的睫毛 一刷它又塌了 所以我给大家选的就是市场上基本公认好用的U-Kiss 这个很便宜的我觉得 刷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刷也可以直线刷 它都不会苍蝇腿 即使是大哭爆哭 你的睫毛都不会塌也不会孕染 不过它毕竟是个达底 所以如果你想达到睫毛膏那种 比较有存在感的效果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搭一个线长睫毛膏才可以做到 Maybe我推荐的是廖堆堆 这个懂行的才知道 他们家产品真的是用大牌标准卖的平价价格 使用感跟某个大牌真的特别像 都是属于粉底前不怎么显色 但是粉底后就非常自然 而且不会卡顿不会妥料 我用下来也没有焖痘 画完的眉毛真的就像天生长出来的小绒毛一样 也不会僵硬 修容可以买DASIK 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一款 我觉得它和普通修容最大一点不同 就在于颜色的把控 像很多修容它都会把颜色做的过重 或者色调发红发灰 但它就是很重的灰棕色 而且它一盘是有三个颜色的 如果你今天想化淡妆就可以用浅色 想化浓妆就能用深色 但咱们就是说日品控确实需要加强一下 画着画着这个铁片掉下来算是怎么回事 然后粉铺你们可以买Eva Beva的奶盾 这个也是我自己囤货最多的粉铺 它就是很柔软很扎实 然后拍在脸上就会很有安全感 而且我给你贴这么近看 它都是没有毛孔的 所以拍出来的粉底也会很细腻 然后定妆推荐两个 如果你是油皮喜欢无瑕妆感的话 那你可以试试彩糖的白壳粉饼 它就是控油力很好 定妆特别老 而且因为是粉饼嘛 所以就会自带一定的遮瑕效果 像我今天用的就是它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而且粉感也很弱 另一个是皮阿拉的散粉 不过这个我没有带过来 我知道它的推广满天飞 但它真的算是评价散粉里很好很好用的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小道消息 但这个是从别的品牌方那里听来的 不是从皮阿拉嘴里 它说他们这个散粉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基本这个成本配上这个卖价品牌方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当然量可能起来之后工厂价格谈下来 可能也是能赚一点点钱 但真的不多 定妆分物今天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的几个 用到后面泵头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腮红推荐两颗颜值很高 而且颜色闭着眼睛涂都能很好看的 一个是FUWA的Baby Kiss 它就是很软的土豆泥质地 这个我一般是用在粉底之后散粉之前 涂的时候你直接用粉铺拍就可以了 真的特别圆气特别嫩 而且因为是高体的嘛 所以也不怎么会飞粉 另一个是3CE的Monopink 那它的颜色就会比它再更粉一点 这个就是在散粉之后用的 涂完之后真的非常可爱 眼影我就很难抉择了 你看光是这一次 我就带了这么多 我们不如去看看小鱼用的啥吧 来了 我定来了 你房间能拍吗 拍啥 拍拍你的化妆品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好用的眼影 眼影 对 这是啥 这是我的 这个可以当腮红 这个可以当亮闪 嗯 这个还可以当下肢阴影 那还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好用的东西吗 这个 无敌 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奥罗里亚家的 是什么东西 它是就是新出的 哦 哇 哇 也被中草了 天啊 又又又 这是几号色 悬木02号色 哇好漂亮 我的天了 而且它这个也是亮闪闪的 现在我们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我们要休息晚啦 拜拜 拜拜